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又來到我們雙聚一刻,我們今天的嘉賓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 她叫Athena,Athena say hello Hello,Wessa,Hello各位觀眾 我們依然在Women Power,女性力量的題目之下 今天請了Athena上來聊天,約了她半年 終於我們緣份到了,今天就約到了 剛才吃了個齋,聊天,然後開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說什麼呢?是說治療的 Athena很有趣,Athena跟我差不多年紀,28歲多一點 對,未夠30歲 而Athena以前是做護士長的 然後又是畏高權重的 突然間就不做了,事業上,我們也有點像 是很一帆風順 整個人生都一帆風順 其實Athena 我的前半生 記得了婚,生了個女兒 又做好職位 然後突然間有一天就有很大的轉變 然後Athena就開始 咦?為甚麼會這樣呢? 然後就開始她零修的路程 而我跟Athena其實是一些個人成長的課程 然後後來我就出席了她有六堂的 你的工作室叫甚麼名字? 當時我的工作室叫做 自我療癒,珍愛之類 自我療癒,珍愛之類 裡面有講過花藥 有講歐收卡 有講香道 我覺得香道很過癮 稍後我們講一下 另外還有甚麼? 另外還有跟前意識溝通 最後就是重建怎樣珍愛自己的關係 今天我們就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作為女士 我經常都這樣講 女人想有成就 想做事做得好 每樣都好 很簡單 就是令自己開心 沒錯 甚至我覺得男人都是的 不只是女人 男人女人都好 你怎麽可以令到事業有成 怎麽可以 我們說prosper 即是說很豐盛 每樣東西都成就到 這樣就開心 但是偏偏我們女士 有很多感覺 有很多童年的東西 我前晚看了一齣戲 叫做這個大夢想家 可能現在還在做 我們在培訓課二十年 我就發覺 我們經常都講一件事 其實童年是影響到一個人很重要 沒錯 看完那齣戲之後 特別在這兩個月 我自己個人的體驗 我發覺這句話 都講不到 到底童年對我們有多大影響 是非常大影響 所以今天我們就找Athena上來 講一下她的人生路 她本來是一帆風順的 然後怎樣處理 人生很多的波波浪浪 風風浪浪 然後我們又講一下 各路不同的治療工具 我們大家閒談一下好嗎 好啊 好啊 我介紹了你 好有趣的Athena 其實Athena是九營人格的四兒子 很多嘉賓是四兒子 然後下一集又是四兒子 上一兩集 Carolee 那一集又是四兒子 四兒子就比較多感覺 那你講一下你的人生路 給我們聽一下 你怎麼無端端由這個護士長 跳了去變了這個治療者 這樣說來話場 首先多謝Athena 我都跟各位聽眾拜過早年 都不早了十一天 祝大家馬年進步 最重要是身心都康泰 知道自己要蚊 然後可以開開心心 是的 剛才也聽Athena說 就是個個都想開心 但我的前半生 是不知自己要什麼 所以真的不知怎樣才可以開心 雖然別人見到我就很開心 你有老公有女兒有樓 有這麼好的事業 有工作 還不只是工作 你是護士長 是啊 都不錯 我入職了七年就升了護士長 是不是算快 快 那時候如果是政府的醫院 一般來說 可能要二三十年 所以人家那時候 要這麼久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叫做排椅子坐 而且護士長可以很兇 我們看電視的節目 看下怎樣選擇 但一般來說 都是比較年長 要坐十幾二十年 是啊 你七年上護士長其實很快 是啊 所以正如剛才你說的 可能人人見我的一帆封信 你應該很開心 我也覺得我應該很開心 應該 是啊 但是真的 我四號仔 感覺不到開心 還敢跟別人說不開心 你哪有資格不開心 哪有資格 說得真的非常好 婚禮又結了 女兒又生了 還要安算安後 是啊 所以 愛時愛後 就是說先結婚後生女兒 不是先生女後結婚 就是傳統 傳統 所以都很感恩 上天給我的人生下半場 原來就是學習去找 就精彩了 究竟自己想要什麼 或者什麼 才是我所謂開心的事 原來好像寶寶 那時候才出生 是 說回我童年 剛才Asa說的 童年影響很大 那我都是過去這十年 一直在成長路上 摸索摸索的時候 才發覺 哇 真是大煲 哈哈 原來 我從出生 就 整定我這麼按部就班 一帆風順 因為我最記得 小時候唯一印象 媽媽就是 將我等了在一個 生果箱 蘋果箱裡面 因為那時候很窮 是 等了半天 都找得回我的 不懂得動的 我都在 你這麼乖 是啊 就是因為一樣 這麼乖 還有這麼循規道舉 就是 不知是 性格 還是 上世靈魂 就是要我學 這個孝順 你這些叫做什麼 我們經常說 以前的老人家 不是說的 子女通常要不就來拿債 要不就來還債 那你是還債那批 帕帕姐可能欠了幾小 還得多 所以 加上我是大家姐 所以一路 我的長大 都是覺得 要做好 媽媽說的話 要做好 大家姐的典範 小妹妹有什麼 行差搭錯 就理負責 長子為母 不是 長女為母 沒有 無論讀書 選科 穿衣服 連坐 媽媽說千萬不要抹開腳 坐 到現在 穿褲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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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有的東西都好像是順理成章 由選擇做工 那時候 除了教師 做護士之外 沒有想過其他 是正常做的工 因為媽媽覺得 這是最尊重的 對 以前我們那一代是這樣的 對 要不做會計 要不做護士 要不做教師 這三個行業 最受歡迎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 真的 都不知怎樣 就很順理成章 一畢業 18歲 就已經入了護士學校 哇 這麼乖的護士學校 當然在等收 直到按時按下要結婚 媽媽說不要拍這麼多次 正確就要結婚 你真好聽媽媽說 這四兒子都很反叛 我想這個也是 我人生下半場 要知道自己要什麼 正正就是 但是四兒子裏面很多的感受 我想令我自己都害怕 我只記得我小時候 初讀中學的時候 是最多的事情 跟人分享 最多的事情說 每天都 老師 同學 我什麼樣子都不記得 只記得一個何花詞 我們想一個何花詞說話 真的何花詞 真的何花詞 我的學校中學有一個何花詞 這麼奢侈 我六七年的印象 只有一個何花詞 就是 我想是因為我覺得 我要順應外在的角色 我要做好一個媽媽 我心目中 或者我自己心目中 當時的一個好的孩子 好的人 所以我把我的本性 很切頭切尾地忘記 所以很有趣 四兒子有很多感受 但是當我再前世回索 去找我自己過去的時候 我發覺我對我所有 有曾經經歷的中小學的同學 老師 各樣的事情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就是 我怕印象太深了 我就做不回一個好的角色 所以我真的已經不記得 已經 這個都是我一個很大的發現 正正就是 連經歷過的人和事 我都不記得 我怎麼會記得自己 喜歡些什麼 或者想要些什麼 或者我的本我 我裡面最內在的我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真的好吊詭 所以人生下半場才開始重新出生 那你其實正式開始接觸這個 這個healing那方面 就是治療那方面的工具 門派那樣 是大概幾年前的事 大概啊 哎呀 那說出來就知道 我們的年齡秘密 不會三四十年前吧 那時候我們還沒出生 大家都還沒出生 那我覺得最感恩 也是當時最痛的一個轉捏點 就是當我這麼一帆風順 結婚 生女 升完護士獎 然後又因為要覺得 應該是做一個好母親 然後工都辭埋 回去照顧女 以前的年代做護士獎 就算現在也是 人工非常之開心 沒錯啊 幾筆東西還非常之多的前途 因為那時候剛剛轉醫管局 但是又是我覺得 應該做一個好的母親 那我的女兒 非常之有她的圍根 有她的性格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全職全心 才可以照顧這個女兒 所以工都辭埋 正當是所有東西都在帳面上 那一踢過的時候 我的上天就給我一份很大的功課 我去面對 那所以在大概十年前 那我就由婚姻開始 然後到我和我女兒的關係 其他人的人際關係 一鋪過滑鐵路 那這件事我又非常之相信 其實人生就在一個三角形 甚至一個金字塔裡面 如果這個金字塔 我們的底 我們的三點 就是我們的人際關係 我們自己 和我們的工作健康 全部都是一個平衡的狀態的時候 這個金字塔就很穩妥 如果不是一個項目倒下 其他的地方也是不穩妥 但是我發現 我身邊我見到很多朋友 很有趣的 人生去到某一點 轉捋點 是一倒下的確是什麼都倒下 第一集我從三博士講過 一倒下事業倒下 親密關係倒下 家人關係倒下 朋友關係 就是每樣都倒下 我自己百年前都是 什麼都倒下 一倒下是全部倒下 健康、事業、經濟、愛情 什麼都倒下 你剛剛說也是 你你想 ин於護士長都不做 回到全職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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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她媽媽 賢妻娘母、上孵教 子 我覺得 某程度上講 天空間是zig成的 因為你的人可以經常運行 你想像一下 frightened 譬如你說 回到某個宗教我就很開心 你的健康又很好了 和老公關又很好 和女兒關又很好的 你的事業失敗了 公司突然解僱你 沒有什麼感覺 不是再找外場 我老公養起我 就是這樣 你三四鳥 五鳥 六鳥 一起來 你才醒來 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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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做了什麼 或者你想了什麼 正正一直以來都沒有懂得自己想要什麼 沒有想過這個關係 和自己的關係 原來是非常疏離的 除了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之外 其實怎樣去愛惜自己 或者怎樣去照顧自己的需要 甚至怎樣去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 原來都是一片空白的 所以當這個關鍵時刻的時候 一包清袋的時候 我簡直好像晴天霹靂 還有好像一個驅殼不停在街上遊魂 我記得當時在十年前很差的時間 用盡我所認識的怎樣去頭腦上去幫自己 我有很多好朋友的 怎樣支持我 但是都感受不了 進不了心 平時在街上走著走著走著突然間會流眼淚 我相信當時如果以現在的情緒角度去量度 可能是depression或者各樣的事 抑鬱症 抑鬱症 不過當時沒有想到這件事 上天真的很愛疼我 可能也是四號仔的好特質 就是什麼歪症的事 我都不抗拒 雖然我沒有知識 完全之前沒有接觸過 因為我來自一個很傳統的醫療界 你知道做醫護的話 點滴不差的 很科學的 能量治療 所以沒有接觸過 同時我又不抗拒 四小孩 四小孩 所以上天真的給了我這個天賦 我最記得第一次在2006年去參加奧修 奧修的一個workshop 不知道是什麼workshop 總之就是四個全天的workshop 一去就四天嗎 不知道為什麼去了那裡 這些四小孩就是這樣 很特別 不是四個小時 一去就四天 你都可以 是啊 一早就轟天動地 而在裡面的話 很多的場景 除了陌生之外 我是覺得 我完全是和自己是隔斷了 無論在裡面有一些動態正心 各樣的東西 是去表達自己 去讓自己裡面壓抑了的東西 都是傾訴 我是完全適合的 我連罵人最基本的 所謂憤怒的情緒 我都感覺不到 當然不會是沒有 但真的感覺不到 對 對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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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做不到 嘴唇 很辛苦 搞了半個小時 才罵到死八婆三個字 我都呆了 我想真的在罵自己 四八婆 沒有聽過 Cina說死八婆 我想我發生什麼事 我 有這麼多淒涼的遭遇 已經 所有東西都倒了 那一刻 但我連我最基本的情緒都表達不到 所以那一刻 我就知道 原來我要重新出生 重新去經歷我的生命 那這個就是我和能量 和Healing 開始接觸的 最關鍵性的一個Point 就是和澳洲的關係 你很厲害 你看了二十本澳洲的書 是啊 這個也是 現在都非常歡迎你 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借用 我最近也看了一本書 叫做《一切都事緣》 那就是當心理治療師 遇見這個密宗的黑教 就是這本書 所以為什麼在找電話呢 不是我在看WhatsApp 而是 我就發覺 他裡面說的一件很棒的 就是剛才我們喝茶也說過 就是吞暗火 什麼叫吞暗火呢 各位聽眾 就是我們特別香港的女士 剛巧你是大女 我是大女 之前Carolee 就是我們前幾集來做訪問 那位我的朋友 又是大女 我就發現大女 我昨天和一個朋友聊天 她又是大女 潮州 還要是潮州人 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分身家不到你份 公樓有份 但是層樓沒有自己份 那兼甲是要養家 抹地洗樓有你份 是啊 抹地洗樓有你份 我們就會吞了暗火 什麼叫暗火呢 就是由小到大 你鋪在家裡 或者是成長過程 身邊的人 那些憤怒 感覺 憂鬱 傷痛 全部吞了 就是那些火 吞了 然後 如果你幸運一點 年紀大一點 曉得表達 那些吞暗火 就變成發明火 什麼叫發明火呢 就是把那些火發光出來 就是有些人就會罵下屬 罵老公 罵子女 罵一些可以罵人 你罵到就罵了 就會變成明火罵出來 其實都是好的 因為如果這些火不出來 就會在內臟裡面 深乾皮肥腎 打自己 說得很好 變成乾燒衣麵 乾燒自己 是啊 而我見到真的不少 四五十歲之後 就癌症 很多的阻塞 因為癌症 就是來自我們的情緒 我們很多的東西的阻塞 因為很划算 應該這樣說 很公平 就是什麼呢 每一個人的生命 發生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個個生命 都發生很多事情 有時候你見到 每個人都說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但真的在吃飯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 原來你小時候 或者你什麼時候 經歷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怎麼經過 但很多時候 我們人就會怎樣 腦袋就會說 不要想太多了 明天要上班 還要養家 你癌症 那我們的腦袋就會說 Go ahead 繼續做 但心和靈 就 你又不理 你繼續做 那我們兩個都受了 身體和心都會受了 所以就會變病 這些也是阻塞在我們裡面 一個潛意識深層的狀態 所以這個也是後期 為什麼我會覺得 能量治療 就是energy healing 或者是意識治療 是能夠 什麼叫意識治療 能量就知道了 意識治療 就是更加 是一些 能量都是有一些 可能你感覺到的 例如一些聲音 或者等一下 會講的花藥 或者各樣的東西 都是 或者同類療法 都是能量治療 意識治療 就更加無形無相 正如我們現在 接收宇宙的大愛 我們聞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聽不到 你只能夠去feel 只是我們feel 去feel 那這個意識 其實更powerful 非常之powerful 所以每一刻 如果我們能夠 就是信任自己 值得被上天所愛 我們是上天 就是任何一個生命 都是上天的寵兒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 晚上睡覺之前 都能夠跟自己 這樣意識療癒 已經跟自己差了很多點 所以是很美麗的一個歷程 一個學習 為我來說 是啊 OK 好 那我們繼續講 你又接觸一個澳修卡 你上次告訴我 你看了20本書 我就 Oh my goodness 20本書 我們這種懶人 雖然我是一個導師 似著自己有些小聰明 我看一本書 我就可以開個workshop 我說 Athena 你看20本書 你開很多個workshop 是不是 然後Athena說 不行不行 我沒夠了 我看 任何人看10本書以上 同一個題目 都是變成專家 如果20本書 就變成專家 那你又接觸一個澳修卡 我其實挺喜歡澳修卡 剛才我們和阿日 三個在玩 玩了一會兒 我覺得澳修卡去得很深 嗯 嗯嗯嗯嗯嗯 是啊 多謝Astha 你一直都鼓勵我 我其實覺得很多事情都是總共有緣分的 正如接觸澳修的第一本書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Energy这些东西 完全对于这些 所谓非传统的治疗辅导 我一点都没有接触到 我正正就是 报了那个workshop之后的 同一个晚上 我去到某一间的书局 突然间就 蹲在某一行的下隔那里 是这样的 就看到澳洲这本书第一本 我看的就是 爱自由和单独 单独 接着之后这本书就 令我豪淘大哭到很多的晚上 我想这个已经是一个疗愈 接着就不停地 好像上人一样 真的找到他的书去看 一直去学习 当然了澳洲是一位非常非常有 智慧的智者 学极都学不完 而里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的智慧和他的慈爱 是鼓励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找回我们最本额的 最自己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 自己的生命 放下世俗社会给我们的制约框框和角色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所以也是澳洲禅卡和一般的塔罗 就是文博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很不同的 因为我经常都 以前还没信教之前 经常都玩这个塔罗 经常都玩很多不同卡的 但是澳洲卡是深很多 去得深很多 Anyway你说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澳洲卡里面多了一张牌 跟塔罗不同的 多了一对大一张就是师父 而这个师父 虽然那张卡的面是澳洲师父的照片 但是他说不是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师父 这个师父在我们自己心中 我们回到自己心里面最源头的地方 信任我们自己 相信上天 一直都在照顾我们爱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有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我们的形式去跟我们身边的人相处 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由地做回我们自己 自由不是等于放任 自由就是我们最尊重自己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都懂得尊重身边的人 爱身边的人 所以澳洲禅卡的话 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探索 也都在卡面上面 我喜欢它是 首先它的卡很丰富很漂亮 原来卡面上面是很简单的一些 两字字字或者四字字 但里面的演绎是很跟自己当刻的状态有关系 所以一个我们讲的治疗师的话 其实在那一刻是只要全然临在 还有充分尊重抽卡的朋友 那一刻的状态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可以体验到的东西 不同一般的其他的牌 虽然我认识都不多 你看二本书都还说不多 怎么搞错 澳洲那里我就 比较始情不宜 但是对于其他的塔罗 我只是略有去学校或者其他 我觉得很不同的就是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真的不只是解决 那一个时候的问题 不是说我继续跟这个男朋友拍拖 我继续做不做这份工 而是我们人生其实有一个更远 和更大的目标或者使命 那奥修卡的牌仪就令我们可以去得深一些 去得更加之看到你要的方向 有很多时候很有趣的 我只是提问一些东西 那抽牌的朋友自然就会叮一箱 咦 是会是他的状态 而不是他带着个问题来 我怎么做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自己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和负自己的责任 那这个也是环上天的一个奇蹟 一个公道 所以很棒的 真的很好玩的 我不是说刚才那本书 就是当心理治疗师什么 当心理治疗师遇见这个 物中刻效这本书 我都会post上我们今次这个节目 他里面说的一件事 是令到我觉得真的要谦卑 譬如华山博士我们也认识了 周华山经常说我们要谦卑 Aster要谦卑 我心想知道谦卑 但最近我看完这本书 还没看完 看到一部分 他里面说到其实一个人 无论你的事业 经济 爱情 关系 自身 什么都好 出问题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些问题 要不然就没有问题的人 就会走的了 玩完他今生的功课 他就会走 我们发觉什么叫骄傲呢 其实骄傲就不是说你很困 觉得自己很聪明 赚很多钱 老公很疼你 不是那些 所谓骄傲就是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靠一几的力量 搞定所有的东西 这个不同 佛家说我们有内在的力量 我们内在的力量 是一定可以处理到我们的问题的 这一句和刚才我讲的两件事 听起来好像很有conflict 很有这个conflict 矛盾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有时我们发挥内在的力量 也都需要借助可能是一些书本 上司 天使 某个出戏 某一个workshop 某个salmon 这样来帮自己 甚至乎要求助 这个师傅那个叫做林云大师 他就说那样有趣 他说 其实一对夫妇 work不work呢 第一有前世缘 有几千年的前世缘在后面 当然我们基督宗教不信这件事 哪有前世今生 另外就是 你家里的风水又会有影响 你两夫妇的八字又有影响 你两夫妇的性格本身 合不合又有影响 还有很多 其实很多样东西 或者健康 都是沟通的能力 都是会影响两夫妇好不好 基本上 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 因为我就是这种人 因为我上了整20年的 讲座工作方 所以有些什么问题都会是 我自己搞定 不用靠人 不用靠什么 其实这个是很糟糕的 你可以讲一下 你说你和女儿不同乡 刚才我们讲的很有趣 Athena 我们其实有时候 为什么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 会搞得很糟糕呢 原来有一些背后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不同乡 是啊 都非常分享 Athena你说的 其实出现在我们身边 所有的事 其实都不会有牛言 同时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要搞定 我又会觉得这个真是来自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一辈怎么看 在我们的上一辈来说 我爸妈真的这样教我的 我们也是 你不勤力怎么可以 不要靠人 你不做事 你靠人 一定要自己来 如果不是 第二天 怎么办 不做事 就 听我死 会是很 很努力 自己要背好所有东西 所以 当时 除了说 大女 家 真的背得很辛苦 还有很多事情 觉得 是指定要这样做 好像才是 做得OK 好像说 我 生完个女儿之后 我觉得 我潜意识 可能都觉得 一定要做个好妈妈 所以 看这张书 看那张书 跟足了 但其实每个生命 都独一无二 是啊 我都说了 我女儿就非常有性格 当面我跟她说 她是我一个 很好的老师 是的 她的出世 真的给我 很多很多的学习 因为 血浓于水 骨肉亲情 怎么都分不开 所以 女儿怀胎 九月十月 生她出来 所以 非常之 多的 冲击 学习 同时 又觉得 很有趣 有一些人 你跟她 聊两句 或者是 一个身体语言 眉来眼去 你就觉得 很适合 感觉 四号 觉得很亲和 很有共鸣 但有些 真的坐在那里 开了几次会 都好像 都不知道 在说什么 就算 对着说话 都说不到 感觉不到 两句 不埋传三句 就好像 不合谈 差在尾 起来 我和 我女儿的 相处 就是一个 很大的学习 我常常觉得 我不知道 怎么教她 怎么跟她 说话 才令她 第一 收到我 疼她 第二 又收到 又渴望 她收到 当然 你说期望 期望 听话 知道 怎么做人 要负责任 当然 我自己 都有很多 我的盲点 例如 我会说 你弹钢琴 不用考试 我以为 很自由 但我说 你每天都要弹 这个因为我 你可以不考试 但是每天都要弹 因为我收到 我父母 给我之前的讯息 就是 我可以 不用赚很多钱 不过要很劲力 去上班 所以 我变成 我的潜意识 又很自然地 将这些 所谓教理规条 就放了下去 好像为她好 而说这些 如是者 我们就 经常都亲和不了 我摆一下她 她又会推开我 我明明想哄她 三句不哀 就哄不了 她想 抵我的时候 可能两句 我就不知道 说了些什么 我一直都是这样 直到 她青春期 反叛期的时候 就更加多冲击 后来我开始 学习这些 灵性课程 灵修课程 一次就遇到一位灵梅 就是泰国的女士 又是看这些灰灰灰的东西 哈哈 她一坐下就跟我说 可以的啦 你不用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你又不同一条香 我说 我问 我问我的女儿 不是在问香李 她说 你有没有试过 一班朋友 如果同乡的 一说香下话 就立刻没有办法 也变成有办法 谈的 不用够 什么够不够 好像够健康 客家遇上客家 潮州遇上潮州 怎么会不好谈呢 立刻就好谈 本来没什么 都很多东西 说的 是不是 那你和你的女儿 前几世 就是一路都不同的香 十万八千里远 那我就当堂 叮了声 对啊 我不用香巧 跟她吞不住 某一些东西 其实 我在头脑上 多么包装 多么努力 其实都可能 说不到她的心里面 那个位置 但你提过 其实你的女儿 又会和你 她的爸爸 又很贵的 是的 她和爸爸 Sandy又很卡住 很自然地 他们很亲和 无论是身体语言 或者一些东西 很容易就很好笑 但又真的不知道她笑什么 作为妈妈会顶着一道气 就是你怀胎 十月生她出来 一般来说 妈妈都会觉得 跟子女 会亲 跟子女 跟爸爸 但偏偏她就是 黏着爸爸 又很click 会不会都顶着一道气呢 这个就当然会了 也创造了 正正就是 我有这个心里面 觉得顶着一道气 或者不合理 正如我们经常问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 就令到我 和她更加疏离了 直到我 调转另一个方向 另一个角度 去和她相处 那我们的关系 就重新建立了 好了 我们眨眼就已经 三十几分钟了 那我们稍后就回来 说一下你 怎样转了什么方向 以至到关系 可以有进步了 好吗 好啊 好 好了 来到我们第二部份了 刚才阿phina 你就说 和女儿人同乡 有时人同人就是这样的 你很努力 去和某一个人 去建立一个 亲密关系 或者一个友好关系 但是偏偏 他和你一个人 就完全不费 这个吹灰之力 就已经很亲密了 真的激死人 好了 那你看到这件事 会不会令到你 反而放松了呢 都不同乡 都不同乡 没错 正正就是放松了 还有放低了 放下了 不再问为什么 为什么 不要再去称 我明明做了这样 我爸爸没有做过 我明明这样 我都已经做了很多 我爸妈以前都没有做 原来一放低了 那把称 我心真的松了很多 这个也是真的事实 如果是不同乡 原来在灵魂的使命 灵魂的角度 我们真的带着很多很多过去的东西 这件事真的转不了改不了 所以当我一接纳了这个方向去看的时候 真的松了很多 那你说的新方向是指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件事 另外一个新方向 除了是接纳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我看到我女儿 她可以有她开心的地方 有她可以好过两个爸爸妈妈都不同乡 那其中一个同乡的地方 那我整个感觉是不同了 我不会再觉得 哎呀 Jealousy 比较 那我觉得 好啊 她和爹爹 就是这么自在地 就让她这么自在 那而我 将和她的关系呢 就是调节到 好像一个朋友分享 就好像Esser 我初见你那时候 哎呀 我又跟你说起 说奥索卡 我记得有一次 是的 那我们一起玩 之后花药 我又会说 哎呀你们玩不玩一下 你们不试一下 那我和我女儿都一样 那她虽然 表面上她未必 很能够立刻和我 很认同 很亲和 关于我学的东西 还有她初期 叫我做神婆 真的 哦 她真的这么说 那我又觉得 是啊 不同乡 就会有不同的 称为称呼的 那因为一路以来 我都是传统的 就是医疗界的服务 那所以 可能对于她来说 都要一个 很大的接受 那所以她 初期有一段时间 是会觉得我很神婆 那她自己本身 有没有宗教背景 我们都没有的 你是不是很幸运呢 我早几集访问 台湾 就是北京的 张德芬老师 她的妈妈本身 张德芬也很出名 是的 她的妈妈本身 就是 就是很基督教的 那她本身 就是所谓的神婆 她的妈妈觉得 她就说 她妈妈 经常是宗教破坏她 就说 将她 邪魔妖化 哦 要驱魔 你知道 如果我们做治療 很多时候 有磯器 有花药 是没有根没有具 他们觉得 没有根具 不知道你说 什么能量治疗 又这样 那就不是说 她妖魔化 你又不用吃药 又没有西医的 背景 你想怎样呢 是的 还有很好的 就是 正正是 女儿 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 小孩子 我们都说了 她其实是 很清明的 心里面 说回 女儿 一些 和我花药接触的 东西 她说 我神婆 一瓶二瓶 所以 如果很荒谬地说 玩不玩 她一定不玩 同时 事实胜于红便 我最记得 她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跟她去澳洲 就要见一个 外国人的校长 她是非常之害怕 还有她的个性 比较来向 我们当时想 怎么办呢 女儿 怎么都要进去 站在我们旁边 我们说完东西 你就跟着说了 就已经 training她一些 要讲的英文 但是她真的很害怕 进去 会客室之前 喽喽 问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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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照做 就行了 那女儿说 不怎么算了 我说 没有了 现在得了东西 你滴不滴 滴下这样 滴下这样 我就是 给了一张 最适合 用来 即时面对 一些很应急 场面的 表达的花药渠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那对她来说 事实就是 告诉你们 就是 滴完之后 大概五分钟 进去 她拨开了 我和她爸爸 一个战步 坐在校长的对面 然后就说话了 我初期就想 她走得很害怕 她不肯走入房间里面 因为她 没试过在外国的环境 我觉得 可以 不过她不认我 她说 未必是 不给你的花药 于是我又笑一下 第二回合 都是跟花药有关 就是那次我们 就开车 一路上 Blue Mountain 就是在澳洲 Blue Mountain 不是有咖啡的吗 南山咖啡 那个南山 就有三姐妹 没有咖啡 但是就要九曲十三弯 这样上山路 要上两个钟 哇 OK 那女儿就上到十分钟 就已经说吐了 不行了 就是不断转来转 对 那我说没办法了 我说连子云药 都要三十分钟前吃 我是护士 当然知道药 要三十分钟前发挥 没什么帮不了 又没办法 花药 对 然后又不能停车 因为在山路 于是我就说 只有这一瓶 你拍不拍 然后他就说 没那么用 不要 接着我就说 你不拍不拍 我没事了 接着他就说 拿来先 怎么知道 他拿着在手 已经 他那个云源 和里面的浮动 已经解决了很多 这么行 是啊 因为花药来说 它是一个energy 是一个信号 是一个频率 其实它是调节着 我们身体里面的情绪 或者一些症状的反应 所以其实如果初期接触的人 觉得我不想吃 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躺在身 躺在枕头底 就可以了 尤其是当它动动的时候 比如行车的时间 其实它有一个震动 就令它的vibation 它的频率更加强烈 那它就会收到信息 它就在身体里面 调节 因为其实 说起云车浪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就是因为平衡性的问题 当然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和女儿的生肖 都有关系的 是吗 云车浪和生肖有关 这个非常之密宗乞教 你快点讲一小说来听 是啊 接着它就有效了 下车之后 它就立刻自己滴下口了 接着就不肯给回那一瓶 这样的神药 抱着我 是啊 因为最近 因为我对花药 是非常非常之 有这个好感的 还有我觉得有个使命 我很渴望 能够将花药 是可以应用 在我们情绪的处理那里 那其实 为什么刚才说回 云车浪和星座有关呢 其实呢 如果那位朋友的星座 是天平座 其实他的潜意识 他一直在星座各样的带下来 他都是对很多事物 是要求一个平衡 清理 以及很清楚的分析 这个是天平座人的特性 天平 所以 所以他会特别敏感一些 车浪车浪 我们同样 其实这个是一个 对神经系统的 云车浪的刺激 但是他这件事 他是特别敏感的 所以 他会很容易 会有这个云车浪的感觉 就算不是真的云车浪 所以 某一种云车浪的 所谓的花药 其实就是调节你身体里面 那个情绪的平衡 所以 原来 某个星座 跟花药又很有关系 而这些花药的话 也都是跟情绪的阻塞 都是很有关系 十二星座是可以对应 十二种不同的花药的原型性格 厉害 这个有机会 Essa 都邀请你来听一下 我的花药的分享 我听过一堂 我印象最深刻 其实我原先和Athena 就不太熟悉的 有一次 我们大家上堂 你那时候 你好像是我教练 还是总教练 同学 同学 不是同学 赚很多级 人家是总教练 我是同学 有一次我们不知谈了什么 然后你讲到花药 你便顺口 你便说了一句 我有空 有机会 我给你一个 Section 我说好 然后一直都没有做 去到差不多一年后 还是一年多后 你便捉住我 刚好我那段时间很不行 有些情绪各样 然后你便说 我不如这样 Essa 我送一个铁鱼的Section 给你 我当然是捂了反应 Athena还要好到 就请了我去 天后的那间什么酒店 Rosatel 什么酒店 Rosatel Rosatel 对 Rosatel 去到酒店的顶楼 看着整个围园 看着整个围园 你很难想像 去天后 远 远也不是算远 离开地铁站 大概15分钟 10分钟 然后她就做 其实我不太知道花药 她在做什么 对我来说 我依然是很V1 很遥远 接着我们抽了几张卡之后 其中一张卡 就是Oak Tree Oak Tree中文是什么 橡树 好了 就是什么呢 原来 橡树 就是你抽到这张卡的人 原来橡树很有趣的 橡树是全世界最大的树 很大的树 原来橡树 自己枯干的时候 就会没有人知道的 是 外面仍然都 枝业茂盛 还有很大的 她的形态 是好像照顾了整个地方 非常之觸目 非常之有力量 非常之力量 很多鳥 很多小树 虫 也是在她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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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邨 同时 原来它里面 一路一路沽干 一路一路丢蟑 在外面看不到 但是它一塌 整颗树塌的时候 哇 真的很惊吓 很惊论 里面完全是中空 抽到所有里面的树皮的颜色 是变成了白色的 那是没得再够 直接就死了 是呀 是呀 直接是中间劏开的 就丟掉了 所以 ESSA那天就抽到那一张 那一张的 那时我就立刻明白 为什么我会在过去那几年 会想得这么紧要 就是 因为我是狗型的八仔 八仔 基本上是那些 Mother Teresa 遮风挡雨 所有的大创业家 都是 李嘉诚 李兆基 姓胡姓角 那些大佬 全部都是八仔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 因为我又是大家姐 又是八仔 还有经常都是 Leaders Director Manager 基本上 内强中干 就是 到我们需要被人照顾 还有 基本上是 不能丟掉的 就是 你想像一个人 特别我们只是一个女人 不可以丟掉 只是这个想法 你不能丟掉 你一定要支持到底 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 你一定要 你应该要 只是这个想法 就已经够丟掉了 嗯 没错 所以我抽到这张卡 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然后Athena就说 Esther 你要多些爱惜自己 不要像这棵橡树 是死撑死撑 撑到有一天 倒掉了 因为橡树一倒掉 是整棵倒掉了 而且倒掉之前 可能没人知道 是啊 因为它很大棵 而且一倒掉 中间就抹开了 全部都空了 但里面的树角没有东西 根本没得救 因为整棵死了 是啊 是啊 然后我就想起我的同事 有几个同事 在写字楼上做了一件事 攀下死了 那些 哎呀 我不想这样 嗯嗯嗯嗯 是啊 Esther说得很好 其实花药 为什么我这么推崇 觉得这么有用 这么帮到一些情绪的 阻塞的朋友 就正正是 其实花药是一个信息 他是1930年背曲医生 在英国的时候 发现 他长情不说 因为很长篇 总之背曲医生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无论是外科内科 精神科的医生 但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治疗的系统 他都觉得 不是真正帮到人 可以完整地活回自己的生命 你就算医学 手术你要割了某一样东西 但是引来的话 身体的疗愈 情绪 你就算给了一些药 去治疗了他一些症状 但是可能就令到他没有活力 出不回自己的东西 还有都会是重复这样 就是recurrent 復发 所以到最后 他是去了他自己的乡下 好像神龙上白草 他感觉到自己某一些症状的时候 接着就找到那只花 那个花 他用一些太阳的方法 照射的方法 就令energy保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些energy 所以花的energy 跟我们的energy 如果是配合相同的话 我们就收到那个讯息 而如果不相同 我们只是对他没有反应 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这个就是我觉得 花药令我非常吸引的地方 因为所有的东西 就算是维他命 可能你不吃就没有了维他命 而花药的话 你需要它的energy 需要它的信息 它的能量的时候 只要你自己还有东西 需要清理 他就能够和你配合 好像Estas刚才那样说 如果你不是那种 像树形的特质 你抽到这张 就算花药说什么 你是触动不了 就算我说 没感觉 没感觉 所以我都举了一个 很神奇的例子 跟你分享一下 都十年八载前 那时候就最初学完 学完一个英国背曲的证书课程 然后就整天都伸到戴着花卡 打算有空和人抽一下玩一下 开不开药都玩一下 有一次就去旅行 团里面有几个女孩 晚上没工作 于是就大家抽卡 有其中一个我不是很认识 朋友的朋友 又不是完全不认识的 但是就没什么特别聊过 我只是说了几句 那些花卡都很漂亮 就一人抽一张 那他抽了一张 就是比较特别的花卡 就是花药 不过我那时候就没有带药 我只是带了一些卡 那那个energy都可以散发到 可以feel到的 那一个花药 就是说一个对自己的身体 很有一个批判 很有一个抗拒 还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自己过去 可能是身体上受过一些性侵犯 或者是受过一些虐待 所以不是他的身体真的不好 或者是无论 有些记忆在 是的 所以他是非常之抗拒自己这件事 但是平时不会看到的 那那个女生抽了那张卡 那我就抽完 那就算了 那就散场了 那这过了两天 到旅行团最后一天 他来找我 他说他很想有一些东西跟我说 那我当时都很奇怪 和实际乐言 但是又很感恩 因为得到一位朋友的信任 原来真的说回很多 都很不简单的经历 然后回到香港之后 我就和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化药治疗 是 很好 原来他真的过去很多的 很不愉快的经历 被人侵犯 引致原来他去那次旅行 就是要和他的美婚夫 想分手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太喜欢他 他觉得很害怕 那有什么问题 难道你教过不喜欢自己 所以正正就是 可能会迈向结婚的阶段 所以他更加不知道怎么样 好像很乱 自己个人 他猜不到他会 之后跟我说 他这件事 除了当年和他妈妈说过 不过妈妈就说 不要说出去算了 我想有时一些家人 为了名誉 或者加声各样的东西 可能是有些东西不想出声 当然 总之 那一刻妈妈有妈妈的选择 他觉得很委屈 从此他就没有将这件事 再想着他处理 他也觉得 我不说 未必有人知道 所以他猜不到 但他的身体也知道 他的灵魂也知道 是啊 猜不到竟然 无端端就参加了旅行团 玩谈这样的东西 然后无端端 勾回了 其实是宇宙疼他 没错 给他一个机会 他开始治疗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之 给我印象很深刻的经历 过程里面一直有其他的 除了花药之外 都有 譬如我本身是一个情绪辅导员 我都会用一些另外的方法 去支持他 去处理他的原生家庭 他其他的事 大概两年之后 我就收到他结婚的起帖 虽然不是那位朋友 但是我很为他开心 我觉得无论如何 他真的找回他自己的人生 创造回他的幸福 我相信 如果不是经历一些那么特别的事情 就算他当时没有逃避到 他结婚了 可能之后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是的 然后有婚姻出问题 离婚 或者自己生日 那些问题 不是说你不看就没有 如果不看就没有 就个个都不看了 我们都不用去看了 哪有那么好处呢 是的 我觉得很好的 就是一个很柔軟的工具 很温柔的工具 但是又很powerful 很powerful 很快的反应 还有当事人 你ready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想去处理 那个时间就会出现 甚至刚才说的是女士 大家不要以为女子特别敏感 男子其实 其实原来也有很多感性的部分 其实男和女都是一样的 都是人来的 我们也有男中女女中男 不过就幸好我们女士 就从小到大 我们哭就会是这样的 女人喜欢哭 是的 但是男人哭就会 你哭了吗 你怎么搞的 是的 其实我们很幸福 我们被赋予权利 好像可以哭 可以哭 可以哭可以说 最多的人就会说 姨妈到的 她又情绪化了 是的 但是男士真的忍得很辛苦 最近才又遇到另一个男士 差不多六十多岁 因为她太太学了五年的花药 所以 花药是否学不完 就是学海无崖 可以这么说 是的 只不过香港实在不够open 去接纳 所以教的和学的团体都少 在外国、澳洲和英国是非常普遍的 甚至其中有一些花药 是可以当作开门口的药 其实香港医疗工具来说 是挺落后的 因为我前一集是说奴底治疗 又有讲过Hobie讲过一下 Cranial Cranial 其实在欧洲 sorry 在欧洲 在英国是很普遍的 是的 知道那些人有病吗 去找奴底做Cranial 或者是找Aroma 就是香氛治疗 香氛部 或者是花药治疗 但是香港就是西医 西医 万宁 然后屈记 还要开药 开药 其实药是很伤身 是的 很好笑 那个男士 她太太就说 这个是他们结婚 40周年的礼物 就是一定要她来 学一次这个花药的course 等可以和太太一体 可以沟通 因为她都看到 太太用了花药之后的转变 那太太就只是自己用的 那有个转变 那个男士说 她每用一只花药 就发一些不同的梦 那么有趣 如果她抽的花药 可以重复 几天都是这样 如果梦就会连续了 如果她抽那只药 那个梦就会继续了 很好笑的 甚至梦见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厕所 那这些我们就完全想到 就是她需要释放 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我有时候都会发梦 她找不到厕所 找不到厕所 找不到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要释放 要放低的 有些东西要放低的 而经常都觉得场合不适合 她就试过了 她走厕所 不过都关了门 接着她爬墙 爬到头身 头身 很急 都未爬到进去 爬到进去之后 哇 满了 没有水冲 我以为是做这种梦 在厕所 突然很辛苦找到了 没有水冲 但是很骚得 怎么去呢 大哥去不了 接着你去第二个 就没有门 总之是很奇怪 譬如有些是伤厕所 咦 怎可以伤厕所 就是进去两个 你和人一起做 这件事不行 是很多古灵精怪怪的 situation 总之你去不了厕所 这些就是解梦里面 是因为我也学过一段时间 解梦治疗师 就是说 其实你有很多事情想释放 但是常常都在头脑上 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人家会不会这样看我呢 这样会不会有什么效果呢 有没有手尾筋呢 于是你晚上就会去找厕所 但是因为实际上 我是不会去 去哀夜尿的人 就是我的旁观 旁观挺好的 有时候小时候急了 接着你晚上又没有 那你会睡觉 做梦去厕所 其实你是真的 要起床去厕所 但是我又不是那些 我常常在梦里尿我的帽子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常常在梦里找厕所呢 真的太棒了 今天你解装我的心结 原来要放下 我甚至知道我要放下的是什么 好啊 Esser是很有维根的 是啊 直到她用了花药 出处理了一些东西 她就 之后 都没有再做厕所的梦 就是连续的梦 哎呀 没有可能的东西 所以 是啊 所以我非常之 喜欢用花药去做一个桥梁 去支持一些朋友 去探索自己的一些情绪 就是连续的部分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我想Esser都听过 心恩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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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恩是原因的因 其实很多时候 一些症状 一些病痛 譬如某个关节痛 或者出了濕疹 其实这些大部分来说 甚至科学有很多的research 都是一些心理情绪的broad gauge 阻塞 是的 而这些情绪 甚至可以分析到 如果你是来自一些关系上 影响你阻塞的情绪 可能落在膝蓋 是啊 是的 如果你是来自责任上 这些未必是你头脑知道的 譬如像我们大女儿 我们一路背着 我都是最后才知道 关系上的左膝仔膝蓋 是的 膝蓋 我知道是什么 如果膝蓋出问题 我听过的 就是太久没有性案 太久没有做过 以至身体的荷耳蒙 和膝蓋的滋润不够 这是不知道什么草药师傅说的 所以听到人们说膝蓋痛 我就会笑 哈哈 又给了个笑缘 因为我之前 学这个 光能量的治疗 就是专注 你真的上很多堂 是一个埃及的能量治疗 和Ricky是差不多的 但我那时候有缘 就遇到光能量 因为关节位是一个包容性 但你膝蓋是指哪种关系 左右有不同 左右有不同 当然 这些当然不告诉你 有机会再分享 那时候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有些意念 和能量 就可以帮他释放 他释放一些东西 当事人本来不痛的脚 是会感到痛的 如果我感到他那里有阻塞 然后我帮他做一些东西 因为不用接触 如果倒回去 本来膝蓋已经痛 那会不会做完 会释放 会释放 没错 这个也是一个 上天好好送给我们的礼物 正如刚才说的花药 如果你没有那种情绪 那种花药是引导不了你出来的 譬如当事人 就算抽到那种卡 如果他没有发生过事 他是不会出来的 同时 如果我们相对应 那个讯号的话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就是他会爆了 那种情绪出来 因为他没有出过 他没有出过 如果倒转 他已经天天都告诉别人 我很惨 很辛苦 可能突然间 他会觉得 再说也没意思了 我放下他吧 因为这个就会帮你调节 因为上天很爱惜我们 只要我们ready 只要我们收信息 他就会帮我们调节 是的 完全是 所以好像刚才你说 他从来都不肯认 那个膝蓋有东西 被我摸完 就是搞完之后 他突然间就会 哇 很冤怨 那我就说 刚才我真的感觉到那里有东西 我们会check in 正如你说 他已经整天说膝蓋痛 做完之后 就给了一个healing 他会觉得 可以了 有点点 左边痛 右边痛 有什么不同 当然是不同 一个就是很juicy的 一个就是硬吃的痛 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好 是啊 所以花药的时候 我非常渴望 每个朋友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试一下这些那么好的自然的信息 你都开了很多班 我们稍后说一下你有什么班 如果听众有兴趣 就找一下你 哦 到最后再说 我都忙到 我都不记得还有什么 都要想一想 整整理一下 刚才我们开播之前 即是还没录音之前 Athena 不如你带花药来 让我抽一下 让我记忆一下 当初做了些什么 然后Athena OK Astor你闭上眼 就很用心地 抽一支花药 我初初想 当然要问一下感情的东西 是不是 上一集才做完 和Dr.Dedix Chan 那我就想 不如你也可以问一下 什么 今年上天的宇宙有什么 重要的信息 给我 你的问题是否这样 是啊 这一刻 Astor最需要宇宙的什么信息 你以后就准备了 接着我就抽了一支花药 那花药就叫做 Go Ahead 真是开心 Go Ahead 因为今年 我就觉得 一踏入了2014 其实之前 因为我在教会很长的日子 所以我不触碰玄学 任何神秘学的东西 我就尽量减 但是近这一年 那些资料 是多到不得了 多到我不信都不行 我一踏入了2014年 亦都因为有人跟我说 我转运 那些东西是顺到 难以形容 那今年 我是充满能量 做些什么 是顺利到不得了 所以这支花药都很奇妙 Go Ahead Go Ahead 你的能量 其实已经很平衡到 你很容易收到 所以只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支持你 而且最近很有趣 我近这几个月 或者近这一两个月 我的靈性 即收天啟 和靈界的信息 又多又密又准 比如我看这本书 可能听众都知道 最近在Facebook 经常做 向宇宙下订单 我之前教吸引力法则 教了很多 我的学生 一班25人 上完 有两个结婚 有一个升職 有一个找了200万的单 全部都送货 全部都送回来 Esta老師 我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 然后我说 好呀好呀 恭喜你 然后我心想 为什么我没有 但是今年去到 我看完这本书 我自己发觉 那些东西是顺利到 我觉得是和时间有关 我身边有很多上司 很多天小说 我真的很幸運 是的 是的 有时候真的很好 你所说的 timing 正正就是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element 是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真的要慢慢慢慢 去累積去沉積 所以好像我之前 和朋友分享 除了说奥秀卡 是一个很好 我现在 有一些遇到我要去 做决定 或者要知道一些 深入些 他提醒我什么 我就会用奥秀卡 去帮我 我很喜欢奥秀卡 自从上次上完你的課 我就 如果多些时间 我都要研究一下 真的 开始 今年一踏入2014 已经忘了 我突然间 我的脑袋 非常清晰 目标非常清晰 我是做事 以前做事 是过去那八年 是开始做事 接着就 迷迷糊糊 有时候过来 弄一下这个 一样 一会开冰箱 一会摊一下沙发 一会找一下这本书 结果是什么都做不到 然后到第二天 做了一些东西 又忘了昨天做了什么 又回头 真的很奇怪 然后最近 一踏入了2014年 我直头 思路又回到以前的年代 八年前 很清晰 很有动力 极有动力 非常有生产力 而且我一做事 例如做四五个小时 是非常有果效 那些东西 一做完出来 整盆东西 整个网页 或者整个邀请 都发布了 一晚就已经做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抽到你那一瓶花药 去走路 我就觉得 我以前做事 有一种感觉是 没什么我Asterly做不到的 没什么我不可以靠口说回来的 无论是生意 无论是一个job 无论是一个sales target 总之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有机会发挥 我一定会赢 我不知道这种信心在哪里 总之就是这样 总之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 现在的感觉是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是 極之喜欢做事 我现在是 Aster说得很好 我自己个人的体验 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第一要信任自己 信任上天 同时要给一些工具 或者一些方法 去给自己调色 好像刚才说的奥修卡 是一个启示 花药是我们愿意面对 愿意去清理我们的情绪 同时 比如学习静化自己 让自己有一些直觉力 我觉得都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与生俱来 就有直觉力 尤其是我们这么乖乖女 揉这么多角色的话 就等于 你比我更乖 但是一个相半日 那种 所以重重叠叠 把我本来的本能 正如四号仔 最感性的东西 都完全不会去说 只是跟着一条路 逐级逐级走 所以过去这十年 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好的 很感恩的一个体验 就是我收到很多不同的 就是来自各方各面的一些学习 像刚才说的两样之外 一些的meditation 一些是冥想 都是静心 冥想 都是我近年很享受的东西 不如这样 又有时间了 我们回来就讲一下你的静心 meditation 那些方法 好吗? 好啊 好啊 又来到我们第三节 接着呢 有很多东西问你 你在讲什么 是光能量的一个治疗 光能量的治疗 然后你刚才说的心症 我们还没有讲到香道 是啊 我记得那时候 我不知道是上你workshop 还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这个花药 有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花药先生 是不是Mr.Barg 是不是讀Barg 是背曲医生 背曲医生呢 他自己本身是医生 但是他西医 他治不到自己的病 我最记得 他是耳朵出血 流血流� 是的 终而炎 耳朵出血流血流� 然后他也治不到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然后有一天 他有一天 发现那些花是有医治的功能 是啊 他一看见那只花 就立刻和他自己的症状 就是流瓏 其实他的医生 他知道自己是终而炎 但是他就是刻意不用抗生素 但一有炎症就立刻杀他 特别他西医 其实肯定是用抗生素 肯定是他本来是外科医生 就是用药的嘛 是的 他就特地不用 然后他就会和自己的潜意识 就是等于通上天的宇宙 给他信息 接着他一看见那只花是奉仙花 那个感觉他就立刻和自己的 那个中义炎的流血流瓏的症状 有一个联系 我们叫做 那之后 很聪明 接着他就拿了那些花 放入水那里 接着就喝了那些水 他又知道要这样做 是 那这个当然就是上天给他 给他的讯息 对 讯息 和上天的事者 他之前没有人做过 没有 谁教你 我什么要浸泡在水里 你傻的 有菌的嘛 你怎么喝 接着他喝了不够三天 就已经开始 真的停了流浓 这个真的是症状 停了流浓 慢慢好 然后他在过程里面 他就感受 除了流血流浓 这些症状之外 他的情绪 他里面的情绪 他很猛 他很暴躁 他很刺痛 那这些情绪 亦都是这种花药可以处理到的 所以很棒 我最近做了些什么 我的心情是漂亮到悲 我都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万事万物是有timing的 一踏入了2014年 我就是 我的负面情绪 完全没有 有个朋友跟我说 你整天没有在节目 说你以前有多不够 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又不是在怨 我在说以前发生的什么事 所以我经历了什么 但我没有负面情绪 我都不知道多开心 总之是不懂形容 我充满力量 又很开心 就算我现在对着很负面的人 对着几个钟头 我都没事 聊完之后 他们就被鼓舞 但我是没事 能量没有跌架 所以你的timing是很重要的 是 还有这个timing不是我们定 是上天定 是吧 正如一会也分享一下 我2012这个 有另一个大转变 太多话要说了 我不暂乱你歌名 你继续说 刚才听到Esther有兴趣 可以做一些什么静心 其实我自己发现 无论上天什么时候 有些事情要发生 一个timing 而我们都需要有我们的功课 要做 譬如清理自己 做一些静心 令自己可以更容易收到宇宙的信息 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需要用这些东西 还有我觉得我们的地球 整个文化是进入一个healing的状态 就是那些healing的方法是五花八门地浮出来 你只要你狠稠 任何人只要狠稠你的童年 狠稠你的什么 你的关系 那些方法 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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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像我过去 都是做一些打坐的正心 还有你用这个感官 五感 就是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嗅觉都可以用 臭觉都可以用 糟了你说话 你还没说完这个题目 我已经拆开五十个细节了 我不拆开 很想知道 不过Annel你继续说 那这些全部都是令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心灵去骚醒 是 然后令我们骚醒了 才可以进入一个静的状态 正如我之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是麻木 是 不懂生气 不懂开心 不懂笑 只懂这两个字怎么写 但是问你如何会开心 是回答不了 那就随便回答一些东西 所以之前也有缘 和Esther一起经历过几堂 我们一起去分享 什么有缘 我专业来捧场 离开绿堂 离开绿堂 真是多谢Esther 我还帮手执政 我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一个香道 香道我又觉得很棒 很多人以为香道只是闻气味 其实不是 完全不是 就是 就算香芬是有一个很浓郁的气味 都不仅是气味 它的物质性都可以舒缓很多的东西 香道其实是一个process 是一个静心的process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我们是由 其实它是来自日本的 香道 但是我们中国没有香道 这家东西 中国有烧香 跟它们不同 这个不同的 烧香是一个臭角 令到我们去放松 或者是有一些意念上的东西 而香道 很多要半个小时至四十五分钟 这个就是一个静心 而且是很慢动作 非常之慢 那些灰还是白色的 那些叫什么 就是一些香壮 香壮 香壮 就像一些白色的灰 很细 很细 很幼的 你慢慢把它压 然后又摇开它 又压 其实如果你只是看一个视频 因为我上次上台 我记得你播了一个视频 是的 那一条视频 是不是公开的 公不公开的 呃 是否属于公开 还是属于有版权 没有版权的 不过不是经常都找到 因为不是经常都做 就很棒 其实我对于我们 如此繁忙的香港人 你只是看他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说 我们以前好像女强人 就是 要浪费 不是吧 你叫我做这些东西 浪费我们的时间 45分钟 我们分秒秒钟 几十万上落 你和我慢慢压些灰 你不要开玩笑 而且呼吸大些气 都不行 是的 因为会吹下去 会吹下去 而且整张桌 有些像日本的茶道 如何拿杯 如何放在煲盒 如何下水 就是完全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每一样东西都更加细緻 更加细微 动作更加轻 而且令我们更加整 除了做的时候 连气息都不可以那么重 连闻香的时候 不是真的一口索 如果就是一鼻子灰 变成 而且他的灰都值钱 值钱的 因为他的灰 要纯粹到 在鲜海烧的时候 不会因为里面的热 令灰的杂质 和沉香的气味 混合 所以多数是烧沉香 而且都是很矜贵的东西 沉香 是的 一个很厚而闊的香味 因为香的感觉 那个味觉 都有单薄 有清 有重 这些是因应我们需要 比如舒缓情绪 还是想增加思考 要说我们是想求一些灵性的东西 有不同的质感的香味 所以香材 香葬 香具 各样的东西 都是在过程中 让我们可以很放松 很慢 很静地做 所以 这是其中一个静心 另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令音乐 去静化我们的七轮 Essa就好知这几样东西 我以前很久已经做了这件事 因为如果我们的七轮能够通的话 我们能够接收宇宙的气场好 和我们能够调色我们自己 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 那我最近又再学到一些关于声音的疗愈 因为声音都是一些很好的振频 不同的一些频率 又会和我们自己有不同的轮位 是有呼应的 比如说心轮就是爱的充裕 是一个低频的频率 你要想问我们吃饭的时候 是什么一点 136.1 是一个心轮的振频 因为这样的音叉 如果我们睡觉之前 就是把这个音叉的频率 在耳边听它三五回 那你会令我心情很放松 很舒服地入睡 所以床头可以放一个这样的音频的音叉 另外有一些水晶音叉 就是四千多个herbs 4096 就是一些很高的振频 可以用来清洗我们房的气场 以及将一些水晶能量加持 所以叫水晶音叉 因为原来之前这间屋有很多手住过 第一就是说 第二我们不懂得清洗这间屋的能量 原来这间屋的能量 就是说 其实说出来也挺害怕的 是每一个住过的人 他说的说话 他的情绪 全部都存在在墙、地板、梳化那里 没错 所以你看见那些人的房子 如果很久都没有搬过傢俱 没有换过 你会发觉你走进去 就会觉得 这么沉重 这么辛苦 这么压迫感 不只是灯光的问题 而是墙也没有油油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要装修呢 就是将旧的能量洗一洗 是 没错 有趣的人就是 你借了那支能量清洗器给我 我会把照片放在我们的片子里 接着我的帖子都搬走了 他一搬走了 我就觉得 咦?为什么整间屋的能量变了呢? 原来因为他将大部份的那些书 那些书 那些书 那些大量的杂物 那些礼品 整间屋的东西都没有了 剩下我的东西 我很少东西 那我就发觉原来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那家屋已经不同了 接着你借了那些能量清洗器给他 我就常常在那家屋里 在那裏发 在那裏清洗那家屋的 那些墙、地板、沙发 所有的旧的能量 所有的过去的对话 聊过的那些记忆 全部清洗 没错 他那间房 他那间房变了我书房 我那间房变了睡房 然后我每间房都洗 我第一次一洗 一敲响那样的清洗器 就已经整间房子的能量震动 即是说它簡直是 整间房子震的 連我的身体都震 我全身都震 就是 全个人都震 接着我做了几次之后 那间房子的能量 是漂亮到不得了 我本身那间房子 不是很风水的 因为那间房子没有窗 但是你那支这样的能量清洗器 就令到整间房子 整个能量是变了清 整间房子都光亮了 是啊 連我的朋友一上来都会说 你那间房子很不同 现在 OK OK 你可以住下去 虽然那间房子没有窗 最大遗憾就是那间房子 是啊 因为那个清洗器 其实是一些天然的千年果子 那它真的 真的 真的 是千年果子 而且是亚马逊河那一带的果子 你知道那时候那些土人 真的有他们很多的秘方 有些巫师 祭司 所以它也是真的 因为它是果子 所以它受了宇宙的 天然的很多阳光 雨水 各样的东西 所以你说它是熟水 是啊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柔和 但是很powerful的清洗用具 它比起我们所说的慶 或者其他的声音波 我都喜欢 水晶那些 就比较sharp和利一些 鋼 是很强的 是sharp和利一些 有些人未必接受到 但是这个果子 就是果实的清洗器 我叫它 就是能量清洗器 是很多人听完之后 好像觉得 灑完一场雨水 很清新 很舒服 是啊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算没接触过能量的朋友 很强的 很强的 是啊 其實大自然的所有东西都很强 我估计它 我做这个动作 那时候真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大 50倍的声音 它是连我里面 整个人都震动 是啊 我的感觉是 它连我里面都清洗了 是啊 所以是非常之好 可惜香港不能买 如果我们大量搜楼 大量搜楼下 看看听众如果看了图画之后 知不知道哪里有得买 因为这个都是我 差不多十年八载前 偶遇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缘分 是啊 所以我也很紧张 一定要亲手拿给你 放下在人家都不行 只是我亲手拿给你 一手交 一手还给你 因为买不回 不知道在哪里买 是啊 如果暂时找不到这个 那可以用一些水晶音叉 去清洗你的气场 是啊 或者是用一些星星煲 或者那个Tensha 那些就在尼泊尔的一些店 已经买到的 我知道最便宜最小的 二三百元已经买到 星星煲 那些叫做慶 慶 但就不是中国的慶 因为中国的慶 做得很fine 很贵 是啊 那买尼泊尔的慶 中国的慶小小的 都千多二千元 是 1300至1900 不過它就做得很漂亮 是啊 那我们需要它的能量 或者未必需要它那么fine 是啊 就是做得那么精细 有钱就买过那些 是啊 所以在尼泊尔的那些店 另外有一个 两个铃铃 那叫Tensha 那叫Tensha Tensha 那叫Tensha Tensha T-H-E-S-H-A Tensha OK 就是这样的 中文就没有名字 中文就没有 OK 两个茶茶 叫Tensha Tensha 好听的 Tensha 那这些都可以清理我们的气场 那另外呢 我想可能有部分的听众都听过灵极限 是不是 是啊 那其实瞬间灵极限呢 也都可以我们不停做的 嗯 就是如果我们突然间遇到一个人 他一些的说话 咦 我们觉得冲着我而来很不舒服 其实他不是在说自己的 那这意思呢 就是我们跟他之间呢 都是有一些东西要清洗的 嗯 那我们就用四句 嗯 就是 对不起 我爱你 请你原谅我 多谢你 是的 那或者呢 也都可以做一些的 藍玻璃水 就是能量水 我家就是用这些 我买了两个很漂亮的蓝色瓶 是啊 那我也在用这些 但是一定要盖不能是金属 金属 或者是胶 是啊 金属和胶都不行 一定要是玻璃 木質 木質 那这些是很好的 我一直都是喝这些水 我也是 一定是先倒入玻璃瓶 是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爱惜自己 因为这么简单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以前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嗯 嗯 那另外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些的 art therapy 所谓 就是一些 Mandala 是啊 那我最近又 不是电影的Mandala 是啊 現在在做这个Mandala Mandala中文有没有 Man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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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andala 是啊 那我本身来说 我另外也是一个 家庭和个人辅导的治疗 那所以呢 我最近呢 我又和一些朋友呢 玩呢 就是将一些的 我们生命力 Life force 那这个是沙维雅 一个model 来的 沙维雅是一个 家庭和个人治疗的秘组 就是 就是非常之 有效 就是 去支持 我们每个人 找回自己的内在资源 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那所以呢 那里面有一个 叫生命力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曼陀罗 一个曼陀罗 那用一些 藝術 意思是 色彩 感官 去表达 原来又很能力 我最近 搞了这样的workshop 来参加我朋友 都说 初期就说 我不懂画画的 為什麼 無端端 healing 会讲起画画的 我说 这个呢 不是画画 其实跟画画 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 这个是一个探索 我们去找回我们里面的东西 只不过是值一些不同的色彩素材 去呈现你里面 就是这样 大家玩得很开心 看出来的东西 意想不到 有位朋友 直接说 我没有想到 原来我有一个抗展的能力 因为我们 给一些feedback 给一些过程里面的时候 有些朋友 给他的feedback 就是说 你给别人看到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抗张 和有一种光彩的感觉 是 那这些是我们全部直觉上的回应 我朋友很开心 我说给他很大的鼓励 因为没有想到自己呈现的东西 原来有这个部分 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行 不ok 不好 那经历这些这样的体验 会找回自己的力量 我为什么会做women power 这个系列呢 就是女性力量 就是因为我看到我身边很多女性 就刚才我说的 不行 不好 其实我们某程度上都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 一般来说 不是绝对 西人 就比较 信心大很多 我不知道是他们祖先的问题 家教问题 教育系统问题 还是文化的问题 但我们香港人 或者中国人 就很有趣的 外国人就流行 他们说话很有信心 嗯 他们说话很有信心 小孩子已经是这样了 出去做presentation 出去做一些示范 那些小孩子出去比赛 去这个American Idol唱歌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懂得唱歌 可以 哈哈 有些唱到难听到 人都瘋了 但是他都会 你够胆 你够胆对着 世界性的电视节目 去唱歌 你不是吧 但我们中国人就不是 香港人反过来 就是 譬如 怎样说 我女性力量 其实有很多女士 譬如我找她们做访问 有人跟我说 我没有东西可以贡献的 我不行的 其实很多的 你都说叫没有贡献 你都说叫没有材料 你不是吧 但是 很多时候 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力量 看得很低 是啊 没错 以至到对内 我们无法创造到 我们要的幸福 对外 你就无力贡献 是 而Athena 其中一个我欣赏她 就是 我认识你那时候 你又上班 又要做大量大量的移工 然后还要上课 然后还要上课 不是那些设计 或是兴趣班 不是的 是连续四年 我才能拿到一个 就是我认识你那时候 连续读四年 而且是很拿名的 你辅导员 是啊 那你还要大量的移工 还要上一份正职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有个start watch 停了世界的时间 然后休息我们睡觉 那时你做事 多谢Astah提起那一段 这个真的 很厉害的日子 是啊 是啊 当时的黄金 不是 当时的黑暗岁月 是现在的黄金 黑暗和黄金 原来是两面 现在真的觉得 是一个黄金的过渡 第一 真的令我感受到 原来 我们意之所在 能量就来 是的 而且真的好像有个call 那样 都想和Astah 最后都分享 咦 未最后的 我们做很多时间 哈哈 正正那段时间 我在工作 又学成长的课程 又讀过这么厉害的 要完成这么多的 task 四年 做成百多个case 就是不同的 就是一些 年后才可以 不倒业的课程 正正就是 当上天觉得 我这些草够的时候 他又突然间让我去另一半 刚才分享过 我四十岁以后 就倒了三角 之后重建了十年 在2012年 因为世界末日 以为世界末日 是的 2012发生了 又爆了一锅 就像Astah 你刚才说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 都觉得我的事业很顺利 我要做就做 你又乖巧 又乖巧 又高能力 就是 就是好牛 做牛做马的好牛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到 事业上会出什么的差子 而且我真的很顺利 我初期做护士 后来再回出来做事之后 那三角落了之后 我再回出来做事 我就进了去做安务服务 掌者服务 但是真的如坐百金星港基 我只是五年时间 就成为了一间百多人五星級老人院的院长 是的 我当然也非常投入我的工作 但又真的假轻就熟 好像OK的 收放自然 你不是很像 你做了真的可以 如是姐做了差不多十年 但是在2011年的12月30日 我突然收到大信封 哇 真的 真的 從來未想過 當然 我想作為職場的人士都知道 所有的原因背後 都有很多千差萬的原因 你到底得罪誰 誰不妥理 我現在很聰明 自從在女的課題 放下了不問為什麼 我都不再問為什麼 你很聰明 我當年就是不再問 為什麼 我做錯什麼 如果當時不是這樣 會不會不是這樣 想神經病 千萬不要想 為什麼 更加不要想 為什麼是我 這兩個問題 一定不能去 你只能想 怎樣 What's next 我想創造什麼 下一步我想怎樣做 沒錯 千萬不要想 為什麼她會扔我 為什麼她會和我離婚 為什麼她會炒我 為什麼我會破產 為什麼會進院 為什麼是不重要的 是啊 千萬不要問 我做了十年下 不是我做了十個月 為什麼不是炒隔離 我隔離都這麼懶 她又這麼拼嘴 又經常吞泡 為什麼不炒她 炒我 不要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都很感恩 女兒那一役不同鄉之後 教了我所有事情 都不要問為什麼 Essa說得很好 我怎樣 可以繼續怎樣 那時候剛剛第二天就是2012年1月1日 我想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2013 2012 你一年沒有做的 是的 第二天就是2012 我想今年是世界末日 12月22日 這段時間死人都去享受一下玩一下 無論如何 我覺得 一定為我來講 有一個恩典的時間 所以我保持著這個信念 就是經歷和摸索我以後的日子 正正是那段時間 所有事情都準備好了 譬如我 要捱那四年 竟然都讀完了 是啊 又讀完了 沒有了負擔 有時間又不用讀了 還有我女兒又畢業了 你覺得你是中學畢業還是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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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二月 我爸爸又過世 所以其實上天送了一份很大的禮物給我 亦都是支持我面對最親人的死亡 是的 所以那段時間真的很珍貴 因為一個職場正在做事 和這麼忙 基本上我平時只可以和爸爸 一個星期吃一頓飯 你很聰明 很多香港人是個時個節 才回家吃一頓飯 你每個星期回來 你還要做義工 還要上課 還要上課 還要上班 但是回去 就真的講話 吃媽媽的飯 講些話 等爸爸聽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跟我說話 所以那三個月 差不多經常都陪他 講很多心底的話 也都最後一程是 完全是送他 在他身邊 那其後就陪媽媽 處理我和媽媽的磁帶 原來都有一些還沒有剪斷 即使你這麼孝順 是的 原來孝順不等於剪了磁帶 現在是可能綁住一個扎腳布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因為如果我繼續在職場工作的時候 可能我的心不是那麼清明 可以面對這麼多的事情 那又掃在一邊 掃在地先底就算了 有空才做 是的 所以 面對這個 都不少的轉變 突然間真的高薪厚 都不簡單 到一個放下所有社會角色 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考驗 亦都很大的成長 我也覺得是 等低了 你剛才說得很好 等低了社會的角色 是啊 職業上 做回自己 職業上我不需要做院長 不需要做專業人士 你的女兒又去大畢業了 我的女兒又去大畢業了 暫時可以放下 我父母 我又和她剪了尺帶 不再是一個孝順的女兒 我讀生 然後怎樣呢 那怎樣呢 那我還是誰呢 是的 真的徹底底去體驗我是誰 那我開始就真的 再給自己再深入的去靜心 去探索自己 是 那我發覺 我更加清楚 有什麼美的特質 或者更加開始學習 去愛惜我這些特質 去讓它呈現 還有給自己更加可以去享受 去讓自己開心 但我覺得你現在比以前更忙 因為忙於開心 因為知道自己 什麼東西令自己開心 是的 正如以前的忙碌 是覺得要配合的角色 做得好的角色 有人讚賞 無論是找到錢也好 找到有人讚也好 覺得OK 但這個只是限於OK 但我心裏面究竟 對那份讚賞 或者那些金錢 所得到的東西 我會不會去享受呢 譬如我不敢偷懶的 我不敢睡到晚的 因為我媽媽說 懶人就沒有好結果 嘩 現在我會覺得 懶人沒有好結果 這個懶只是我身體上 可能是放鬆一點 但我心裏面有很多成長 還有我發覺 當我這樣的能力 去照顧自己的時候 在我身邊的人很快樂 而且我也會遇到很快樂的人 譬如我遇到Essa 你又很有能力 甚至我 我現在不是很理會其他人 怎麼想的 我自己先開心 以前又要做一個好的管理 做一個好的女兒 做一個好的肌肉圖 各樣都好 姐姐 然後是領導 然後很多頂帽 煩死人 那我自己怎樣 我是誰 你們有沒有理會我是誰 當然沒有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是呀 你自己都可能沒有你自己 好像我這樣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樣才開心 到有得開心的時候 初期都不習慣 初期覺得 可以自由一點 譬如靜心耐一點 或者真的去多看一些書 就馬上想起媽媽 這樣是不是大食爛 沒有生產力 或者說 這樣行不行 真的可以這麼基本 這麼低的 要求就可以OK的嗎 人家怎麼看你 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再沒有在哪裏做院長 不可以說我去公樓了 那我怎麼放下這件事 但我發覺原來 我們需要的 真的可以很簡單 但這個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歷程 還有 容讓自己去給自己 真的可以很 很自由地 去令自己也有生命力 這個才是真正的生命力 我想以前 想回以前的日子 幾十年來 每一次跟朋友吃飯 其實都是在找一些機會 展示自己有什麼聰明 最近我衝破了營業額 或者最近隊伍又大了 或者最近公司 賺了多少錢 我搬去哪裡 沒錯 你看我的戒指漂亮不漂亮 或者這個手袋 還有關PEN的鱷魚皮 二萬元 其實那個鱷魚皮的手袋 我用了都不夠兩次 真的 我以前整個貴的東西 都放在那裡 沒有時間去用 甚至看也沒有看 你直接皮草 我都沒有皮草 你有皮草 天章我一鑊就拿走了 整盒 各位聽眾 Athena搬屋 整盒皮草都留下了 但是天氣很有趣 就是把這些沒有用的東西拿走 但是那些是我以為 在我頭腦上以為最珍貴的東西 我搬屋的時候 很多次都不敢假手於人 不捨得 假手於人幫我搬 打算自己親手搬 誰知道最後一刻 就親手漏了皮草 我的關PEN手袋都還在 但是真的找不到場合 其實那時候 反過來 沒有所有東西了 名利權沒有了之後 就反而真實了 你和朋友出來聊天吃飯 你說什麼 你不可以說你買了什麼 我不可以說我升職 我只能說我最近沒有東西 然後你要很信任對方 也很信任自己說 他依然愛說裡面的東西 那你就真的 但事實呢 我發覺在高峰下跌下來 是真的沒有那些朋友 真的沒有了 那些人會覺得 知不知道跟你說什麼 你以前那麼厲害 但是我發現 反過來又多了另外一些朋友 那些朋友就是 你賺到錢關我鬼事 你現在賺不到錢都關我鬼事 我認識你是因為想跟你做朋友 那又多了一班真正的朋友 沒錯 所以我都離開了我的職場 所謂高薪厚路 另外我在靈性上 或者在療癒上 在Healing上 就多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那其實是大家互動 都是一個同行 一個陪伴 所以我生命仍然都很豐盛 那我覺得 真是很感恩 其實我覺得 信服是很重要的 其實很多人 特別我們以前在宗教裡面 經常都說 我們有這個自由意願 有free will 你想怎樣就怎樣 其實自由意願 不是這樣用的 自由意願是說 到底你知道 你收到那個天啟的訊息 譬如說我們 都是由以前的大機構出來 我就變成了一個 港師 網台主持 你一輩子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做網台主持 Athena 就由一個護士長 然後院長 變成現在做一個 零療的healer 那你做不做呢 自由意願就是 你到底有多順復 以及你有多快去順復 越快順復 就越快發生 那些好東西 對 還有當我們越快去順復的時候 我們能夠發揮那個能量 還有那個 周圍的感染 又會更快地加速在自己身邊 亦都是與此同時 是支持自己 這樣去順復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良性循環 那我們差不多了 因為知道你趕時間了 Fina接下來會有一些班 你下一班是做什麼的? 名字是什麼? 是的 這兩年都好像胡蝶一樣 不停去分享一些花物 我接下來的班 會在三月有一個花藥療癒班 讓朋友可以認識一下關於花藥 深入一點 那是非常划算的 因為才是百多元一班 不是這班嗎? 這班不是 另外每個月有一些分享班 三月頭也會有一班 有兩種 一班是花藥的班 一天 即是兩個下午 兩個下午 很划算的 可以跟Athena學習一下 另外也有一些分享班 很便宜 不知八五元 然後Athena還會送出一瓶花藥 特效療效的花藥 特效療效 就是用來醫感冒 失眠 針對不同的症狀 輕可一點 讓大家體驗一下 雲朗也可以 看看哪個天平座 免費送給她 我們都會把相關的資料 放在我們今集的頁面下面 再一次多謝Athena 今次來做我們嘉賓 跟我們談多關於不同的治療工具 她自己的靈性成長過程 多謝Athena 多謝Athena 我們現在要說再見 拜拜 拜拜